說真的要放在同一個舞台上評比說真的不太容易 然後第二個是因為我覺得剛剛大雨以來 可能舞台上的所有的setting跟下午彩排的完全不一樣 那這就考驗平常樂團的默契有沒有夠這樣子 然後經驗豐富豐富 那比方說上台前可能因為畢竟是比賽 可能有一些音要該調準的要調準 然後寧願setting好再來下音樂 那我覺得這就考驗平常的經驗夠不夠 對那好這是變的 然後我蠻佩服那個Acapella樂團的小朋友 我出生之後才16歲平均 他的表現非常非常的好 其實我也蠻鼓勵我們自己炎平鄉的年輕朋友可以發展這個 因為Acapella說我們布農族應該是原住民最強的才對對不對 也是布農族發明的不是嗎 對對對對對幾千年就在唱 所以今天我覺得我想評審大概各自有各自喜歡 還有第三個樂團我覺得他們的表現非常的成熟 看得出來他們玩團應該玩得很很很久 然後第二組那個很多人的那個虎團 對那個虎團對不對 他們氣勢非常非常的好 那第一組呢他們用一個比較流行的EDM的方式 電音結合一點點民謠的這種搭配也不錯 所以呢就像你說的主持人講的真的很難評 但我們是不是我們自己相列的族人同胞 我們再次給他們掌聲鼓勵一下 那不管今天成績怎麼樣 我覺得希望大家都有個美麗的夜晚 OK 吳妮娜 好 我們謝謝我們的王彭文老師